过年就要到了,先议员王秋淑服务处特别结合立法委员罗美龄服务处办理辉豪政策内的活动 邀请到知名书法家杨慧如老师团队前的表演 也希望就有这样的方式带给民众满满的喜气 今天举办的由杨老师带领的我们书法团队来作为春节的辉豪 也感谢我们立法委员罗美龄跟我们那个王秋淑议员所赞助的经费 来举办这一场书法辉豪年关将近了 这个书法门脸是我们台湾传统的一个文化 今天感谢我们杨老师所带领的 这个传承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书法传承 新议员王秋淑也表示 今年在各单位合作之下办理这次的辉豪政春联活动 也希望透过小朋友手写的春联 来增添新年的气息 这次非常开心 在我们的水里国小来我们的文化局 文化局基金会能够来共同来举办 由我们水里厢的杨老师来带领 我们这里的学生们在于此国小来这边来辉豪春联 一般的春联会好都是以大人为主軸 但是今天所不一样的是 要求我们在地的学生 大朋友小朋友来这边来辉豪 赠送春年的一个仪式 所以春联也有 今天有现场辉豪的一个大笔的一个活动 以及我们的彩绘 让我们的学生们跟家长们能够共同来参与 新议员陈淑会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借由这样的方式不但相当有意义 也提供免费的春联来给民众索取 杨慧如老师能够结合到水里国小 以及南光村的首昂相助队 共同在水里国小举办春年的辉豪 那当然要过年的春节之前 家家户户都会准备春联来张贴 也表示说喜气洋洋过年到了 那刚刚杨老师说的很很有意义 就是说一户春联它的字体 然后它的撰写 都是展现出这户人家的整个一个气质感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看了大朋友小朋友 共同来这边做一个辉豪 那也让书位非常的感动 期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除了可以看见孩子们的学习成果以外 也可以让民众免费说去优质的春联 因为我们也祝福所有的乡亲 新年快乐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